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我是肖元君,一起来关心今天2月5号星期一的重要新闻。 从目前国会两党讨论移民问题的进展看来,政府拨款案本周8号失效前,参院不太可能就同年抵美暂缓遣返计划达成协议,但是不会因此议题导致政府再次关门。 国会两党关于移民问题的讨论陷入僵局,白宫曾表示,除非移民法案中纳入边界逐墙的拨款,以及废除移民抽签计划,限制亲属移民等移民体制改革,否则川普不会签字。 参院多数党领袖麦康诺说,在8日开始的移民议题辩论中,两党议员都可提出修正法案, 但是任何相关法案在参院需要60票才能过关,因此要让法案通过,将险阻重重。 但民主党不愿对删减合法移民让步,他们并能轻易阻扰相关法案在参院过关。 民主党表示,若满足川普在边界安全问题的要求,他们未来将没有筹码,来谈判协助无证移民的问题。 美联社分析,按目前进展看来,即使今年其中选举为移民议题征战不休, 两党国会议员对此谈判可能仍将陷入僵局,或者通过的法案无法依川普总统所愿。 北韩将派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金永南率团参加南韩平昌冬季奥运, 同样会参会的美国副总统潘斯将力图阻止北韩绑架冬奥。 北韩宣布,将由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长金永南率领高级别代表团到南韩, 出席周五的平昌冬奥开幕里。 金永南是北韩宪法上的国家元首,年事已高,近年来对国事影响力渐减。 他和潘斯同时在南韩,仍是引来诸多揣测,包括两韩可能举行高阶会谈, 北韩与美国可能直接接触,以及两韩美国可能三方会面。 南韩认为是平壤政府展现改善两韩关系的诚意。 美国副总统潘斯预计6日抵达日本展开亚洲访问, 8日到南韩。 他的一名不愿通路姓名的助理对媒体表示, 潘斯将借由在冬奥现身提醒世人, 北韩在冬奥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作戏, 掩盖他们是地球上最专制、最高压的政权。 彭斯还邀请了被北韩囚禁一年多, 或是回美国后死亡的大学生瓦姆比尔的父亲做嘉宾, 一同出席开幕里。 打击非法象牙和犀牛角教育的全球顶尖调查员布莱德利·马丁, 昨天在非洲肯尼亚首都内罗比的住处遭人杀害, 享年75岁。 布莱德利·马丁的妻子打电话联络不上他, 4日前往他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比的住处, 发现他躺在床上, 颈部有一处刀伤,已经死去。 当地警方怀疑他可能遭劫匪杀害。 美国籍的布莱德利·马丁, 曾任联合国犀牛保护特使, 最近才结束缅甸调查行程, 他一直在追查动物制品走私, 特别是在非洲和亚洲。 他数十年来冒着生命危险, 多次伪装成黑市买家, 在中国、越南、辽国等地记录和拍摄 非法象牙和犀牛角交易, 希望了解这些非法交易的定价和规模。 他曾发表报告, 暴露非法象牙交易如何从中国转移到周边国家。 他的调查行动, 促使中国在1993年禁止犀牛角交易。 他还成功说服大陆实施象牙交易禁令, 在今年元旦生效。 动物保护团体Well Life Direct 执行长保拉卡航部说, 布莱德·利马丁的去世, 是动物保护界一个重大损失。 旧金山国际机场客流量已经连续14年增长, 2017年度创下5583万2518人次旅客进出港的最新记录。 旧金山国际机场2017年度创下5583万2518人次的旅客进出港记录。 机场方面形容,这是历史新高。 使用旧金山国际机场进出港的旅客数量, 在2017年增长了36%, 而航班数量的增加仅为14%, 凸显出机场鼓励各航空公司更多使用大型客机, 而非单纯增加航班数量的有效性。 停靠旧金山国际机场的航班, 平均座位数已经增加到158个。 总监萨特罗表示, 新的客流量记录显示, 当局持续致力于旧金山国际机场的智能型增长, 鼓励航空公司在增加航班之前, 优先增加航班的座椅数量。 旧金山国际机场2017年开通国际新航线为4条, 2018年还将增加9条。 台湾东部海域昨晚从9点12分起震个不停, 一个小时中连发12次地震, 民众直呼头晕。 台湾气象局地震中心说, 昨晚9点12分, 花莲县近海发生规模5.1地震, 地震深度15.1公里, 是昨天东部海域第一起地震, 随后震不停, 大约持续一个多小时, 其中10点02分的地震达到规模5.8, 是当晚最大震, 截至昨晚10点半为止, 共连续发生12起地震, 规模在3.6到5.8之间。 花莲太鲁阁, 宜兰南澳两次地震都达到5级, 花莲市南投河欢山, 宜兰市达到4级, 台中市桃园市新竹县新北市, 台北市零林县达到3级, 双北市规模虽然只有2级, 但却十分有感, 台湾高铁并未受到地震影响, 但连震让不少台湾民众直呼头晕。 中国地产达横冯仑近日投资500万人民币 打造了中国第一颗私人卫星已经升空, 中国另一位亿万富豪李舒福 可能成为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集团的老板。 地震卫星张合一号日前发射, 上面还带了6颗微小卫星, 其中一颗微小卫星就是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的 投资500万人民币, 约80万美元打造的中国第一颗私人卫星, 风马牛一号。 这颗私人卫星外形与鞋合大小相仿, 重量4公斤, 并配备4K高清全景摄像头, 可以呈现360度太空高清照片, 拥有可承载用户原创内容的数字空间, 能与大众进行互动。 卫星入轨后,将每天过境中国三次, 向地球实时传逸音频和图片内容, 借助无线电接收设备及天线, 收听来自太空的声音。 另一位中国亿万富豪, 吉利汽车集团创办人李舒福, 则打算大笔购入戴姆勒股份, 并一举成为戴姆勒最大股东。 戴姆勒是宾士Benz的母公司, 按照戴姆勒目前总市值约900亿美元计算, 李舒福至少要拿出60多亿美元。 李舒福已与戴姆勒董事长柴雀进行了会晤。 新英格兰爱国者队昨晚对决费城老鹰队, 老鹰队获队史上第一个冠军, 捧走第五十二届职业美式足球超级杯冠军。 老鹰开赛后先持得点, 上半场结束前以22比12领先爱国者, 下半场最后以41比33击败爱国者, 夺下队史相隔于半世纪以来的首座冠军。 比赛结束后,费城民众随即陷入狂欢, 费城老鹰曾在1948、1949与1960年 三度拿下美式足球联盟冠军。 四日晚是老鹰队首度赢得1967年改制为超级杯后的冠军。 老鹰队的四分位威尔斯是后辈四分位, 没有想到竟然在压轴大赛中带领众人夺得冠军。 费城老鹰的夺冠也让爱国者40岁的超级明星四分位布雷迪 企图寻求个人第六座超级杯的冠军梦想破碎。 由于他在中场前的致命失误, 让爱国者失去最后反攻的机会, 约有超过一亿观众同步收看电视转播。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指责,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2018望来疑心好友前, 2月10号1点30分, 邀请您来专家面对面解密, 报名详情请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